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不順時間 很久沒有拍片 我至少超過一個月就沒有在YouTube和大家見面 中間應該是夾雜了一兩條片 但原則上我也算是休息 很想大家很想拍片 但問題是真的太忙了 這個月忙什麼呢?我另一條片再說 本來本來打算開機說什麼呢? 是講這部相機的 但在講這部相機之前 我突然間收到一個包裹 嚇死我了 不是嚇死我 應該說很興奮 我很想跟大家在鏡頭面前 開箱這個包裹 我真的還沒開的 我想看看是什麼 OK,大家好,那麼時間 有一個月沒有拍片 看來都是生梳 基本上我沒有寫劇本 只是看到麥克風說話 今天跟大家開箱 開什麼箱呢? 我剛剛收到一個包裹 那 本來拍片講這部相機的 我先暫停了 先講這個包裹 是什麼來的? OK 一個包裹 在我去年 如果有留意我Facebook的朋友 都會知道 在去年 我是做了人生一個 可能是一個比較大的 錯誤的決定 賣掉我的攝影書 我是 假如是 看我的攝影雜誌 都會知道 我在2017年 突然間一夜決定 OK,不做了 休息了 我想人生有個下半場 我是有些想法的 我希望可以找個地方 休息 不要再那麼繁忙 然後就 不是寫書 不想再寫書了 去拍照 曬照 做自己喜歡的影像工作 或者休息 都看過幾個地方 我去過紐西蘭 去過英國 去過 檳城 Georgetown 去過日本 去過台灣 去過幾個地方 去過幾個地方 希望可以下腳 當然都是飛來飛去 可以休息一下 陸續想賣掉我的書 其實有朋友覺得 去年我買了很多書 其實不是的 我在2017年 那半年期間 我買的書 真的很驚人 將我在公司的書 賣光 我在去年 將我坐在家裡的書 都賣光 但賣光之後 覺得是心靈空虛 作為一個攝影人 你不是有幾部相機就行 也不是有自己的作品 有別人的作品 有別人的書 才覺得開心 我買了大量的書 後悔 我今年 也不是今年 這幾個月 突然想看回書 人是這樣多變的 我在網上 看到有幾本書 我想看的 我去找供應商給我 供應商資源 還給我書 叫我幫他賣 所以上個月 我拍了一段影片 推廣大家買書 跟大家說 攝影是要學習的 不學就無純 看看別人說什麼 看看大師 看看作家 寫什麼 有自己進步 我自己買了一批 我也幫他推了一批 很多朋友買了 但今天來這本 很精彩 我很開心 很興奮 我其實還未開的 我不知道裡面 是不是真的我要那本書 我在大家面前 一起開這本書 看看是不是真的 我要那本書 OK 全新未開的 真正開箱 是哪本書 原來的 包得很好 但這個 我是很考慮的 這本書 我不是推薦大家去買 但是沒有的 所以這段影片 不是推廣這本書 我只是告訴你 我買了這本書 為什麼 他們會買什麼好東西 你看到嗎? 想不到什麼書 隱約看到嗎? 好興奮 這裏其實不是一本書 這裏是三本書 一套三本書 我一次過買這三本書 這三本書是三本我夢命以求的書 我當年錯過這三本書 以我性格的話 這三本書我當年一定會買的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我太忙 或者我以為買了 結果我沒有買到 結果錯失了這三本書 作為一個喜歡攝影書的人 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遺憾真是遺憾 假如你真的喜歡攝影的話 如果你沒有擁有這三本書的話 是一個遺憾 我繼續買關子 如果你還沒猜到 我這三本是什麼書 OK? 我其實已經給大家一個顯示 三本書一套 你沒有擁有就是一個遺憾 我不是推大家買 因為我沒得買這本書 我認識的供應商也沒得買 你要買的話 你上網找 OK? OK? 我很小心 那些三本書 我告訴大家 我買回來 我只是說收藏 我沒有打算開來看 因為他的照片 我看了很多 很熟 嗯 動到 對了 賣太多關子 我知道了 大家都很心急 那些三本書 那麼緊張 我喜歡的 賀飯 Hong Kong Yesterday OK? 另一本 賀飯 The Living Theater 這本是賀飯的三部曲 賀飯 賀飯這三部曲 是斷了事很久的 嗯 在網上 都炒得很厲害的 這三本書的價錢 呵 那是為什麼我沒有打算開 我 這些照片我看過了 嗯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是未看過 未擁有賀飯這三本書的話 你是值得擁有的 如果你喜歡香港的攝影 喜歡黑白攝影 喜歡 喜歡 幾十攝影 賀飯 喜歡街拍 你這三個書應該看的 賀飯是一個 嗯 舊式一點的前輩 那些都是舊式的 這是廢話來的 賀飯是一個比較 就是 幾十年前的前輩 過生幾年 那麼 他生於那個時代的話 香港的攝影風是畫意沙龍的 所以他的相片 都是有很重的 畫意味道 但是他確實在骨子裡面 他是一個幾十攝影師 他是一個街拍攝攝影師 他曾經是最深於街拍 最深於幾十攝影 但是 他也曾經 深邃過 他覺得他拍的街拍 拍的幾十攝影 在一些國際比賽得不到 認同 得不到讚賞 全部都全軍盡默 他是很失望的曾經 寫過文章說 他拍的光影的照片 得到掌聲 但是他不是最喜歡的那些照片 他心裡是喜歡街拍 這幾本書 其實雖然是光影 這張照片 雖然是光影 但是他裡面 大部分照片 其實都是幾十相 當然 那時候風格的話 一定是有些 比較傳統的美感 去包裝他的幾十相 但是這三本書 我覺得大家真的值得收藏 值得收藏 我覺得好像是 兩千多元 OK 不重要 錢不重要 假如你真的喜歡攝影的話 這三本書是重要的 我真的建議大家自己去 找來買 我不是賣給大家 OK 如果想買我推薦的書 上次我給大家一條連結 不要這三本書 這三本書 你自己找 不關我事 都是這樣說 兩千多元 兩千多元 就是說 我覺得很多人 很捨得去買士兵器材 嗯 是啊 功逐善其事 必先 有利器 利器 OK 你是要買的 相機是要擁有的 但是 你有器材 只是有器材 有什麼用 你要立刻點拍才行的 懂得點拍的技術 不是技術 懂得怎麼看這個世界 懂得怎麼看事物 懂得怎麼看見事物 你怎麼去拍他們 何凡這三本書幫到大家 雖然他沒有文字教你 但是你憑他的影像 你去領略相片 其實應該怎麼拍 當然我再強調 何凡是生於他那個年代的話 那些相片是有一定程度的美感 雖然在當代的 Documentary 當代的 是的 照片是不一定去講究這些 所謂光影的藝術 但是 何凡的相片是真的盡永的 值得看的 撇除了他的光影 首先看看他怎麼看我當時的社會 當時的 街道文化 或者當時的生活狀態 怎麼樣 這條片很簡單 就是和大家推廣這三本書 我再拿出來一次 OK 推廣這三本書 不是我 沒有關係 你自己上網找 不是我的 已經沒有途徑給你買 OK 我珍藏了這三本書 我也是那樣 我去年做了一個人生後台 決定一次過賣完我的書 不停賣 是的 沒有辦法 OK 突然心血來時想賣完 就賣完它 我當時的想法就是 有人和我接收一些書 是一件好事 書本是知識 我不想丟掉一些書 我覺得它押著地方 我想丟掉它 我想收拾空間和大家拍片 所以我覺得太多書 就賣了這樣 結果一賣就賣完 大部分賣完 剩下一些不捨得賣的 OK 那這條片 是 先開箱何凡這三本書 接下來 我另一條片 就是和大家說這部相機 EOS R3 這部相機值不值得買呢 OK 看我下一條片 最後的結尾也要說 我推的那隻 是賽斯鏡頭指 仍然有現貨 小糧 新貨都會陸續來選 140元一盒便宜 在市場上 最便宜178元一盒 200張 最便宜 一般眼鏡店 起碼過200元 現在170元買了一盒 如果你買了一箱 12盒便宜到140元 這個價錢是超便宜 為什麼呢 包運費 包括順豐送到你家 你完全不用出街買 即是說 安座家中便收到 你送去寫字樓 送去順豐站 什麼都可以 便宜到140元一盒 如果你買成箱的話 你單買一盒的話 170元 2盒330元 345元 全部都會有便宜 另外 如果你買攝影書的話 我建議大家 多看一些書 不要只拍照 拍照是重要的 不要只拍照 你知道怎樣拍 看書 學一下 思考一下 這裏真的很重要 OK 上一條link 有一堆我推薦的攝影書 我跟大家篩選過 我覺得這堆書 也是適合看的 又比較重要的 一些攝影理論 一些攝影大師的看法 以及一些基本的技術 全部都包含了 OK 上一條30多本書 好嗎 要買書的上公 分到此為止 再強調 剛才介紹了三本 那些學法 我沒有買的 那裡沒有的 OK 拜拜 parked 嗯 Goku 也比 說 可